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将选手带到游戏场候机室的游戏掌力 开始为大家讲解游戏规则 此游戏是个需要团体作战的走私游戏 话说,很久之前有个和平国家 不知何时被一分为二 成为了现在的水火两国 自古水火不相容 两国虽至今一直维持友好关系 但现在却处于战争一触即发的紧张形势 由于彼此的财产 各地方的对付国家的银行里 如若开战,财产将被悉数没收 因此,大家必须从敌国将自己的财产 偷运回来 但在国境上两国均设有警察官 大家需设法骗过警察官的法眼才行 随后,方带领大家进行了游戏预演 负责走私的玩家 要进入对方国家的银行 并从提款机中提出要走私的钱 每人需走私的金额均为四亿 钱每人在自己国家也拥有一亿元 走私的钱需要放进手机箱 运输金额可自由决定 但一次走私的最高金额为一亿 随后前往警察室接受警察官提问 以判断是否有走私 前提是检察官不能触碰箱子 若判断箱子为空,就喊PASS 判定箱子里有钱,就喊道德 其他人可以透过本国的摄影机 看到检察室内的情形 但听不到双方对话内容 只有检察官按下桌上的红色按钮 声音才会被传出 若检察官喊了PASS 打开箱子后里面却有钱 走私成功,钱可以带走 若检察官看破箱子里有钱喊出道德 假设金额被猜中,代表走私失败 钱会被检察官没收 如果走私金额高于检察官所喊金额 会认定检察官判断失误 也算走私成功 若对方明明没走私 检察官却喊了道德 对方无故遭到怀疑 检察官需将所喊金额的一半 作为慰问金赔付给对方 游戏由两国分别派人担任走私者和检察官 轮流进行30次走私 大家要在限制次数内尽可能将钱取走 比完30岁没能走私出来的钱将被敌国玩家平均瓜分 比赛结束后 玩家已手上持有的提款卡 提取第三战的奖金 最终总金额最高的国家胜利 他们将有权进行四楼战 外国的人将会负债离场 此时大家被乌中的灯光投影 分成了对立的两国人 女主自告奋勇 拎着空箱子第一个去走私 她装成箱子很沉的样子 可黄牙说问都没问直接喊了pass 女主败姓而归 除了她演技差之外 浮勇还说了自己的见解 实际上 这是一场以团体战为名的个人战 走私失败被没收的是自己的钱 所以无论整个队伍是输是赢 负债的终究是自己 同理对方也会害怕 不敢轻易走私 所以这种焦灼状态会暂时持续下去 浮勇身先士卒 要第一个去当警察官 他理所当然喊了pass 西装哥却给他来了个下马威 里面居然整整装着一亿元 走私成功 秋山说 既然焦灼状态一打开 就没有所谓的无风险战略了 女主和博美提议 下次本国也开始走私 于是当对方喊pass时 女主等人兴奋异常 以为这次成功了 没想到博美根本没往里边挣钱 浮勇埋怨道 你明明就是害怕 怕自己的钱被拿走 所有参赛者内部的一举一动 都被主本方实时监视着 轮到学生哥当警察官了 他犹豫不决的喊了pass 结果悠扬对方成功走私了一亿 紧接着浮勇提着空箱子去走私 还是以失败告终 到现在为止 他们一分钱也没走私出去 终于轮到秋山当警察官了 走私人是黄牙叔 秋山给他提醒 哎 你钱掉了嘿 黄牙叔傻傻的信以为真 他哪知道 这是秋山的计策 钱是他故意扔的 发生突发情况时 人类会立即诚实的做出反应 秋山成功阻止了对方的一亿员走私 秋山说 我的目的不是对方手里的一亿 而是喊出怀疑走私一亿这句话 那帮家伙认为我们害怕承担风险 不敢喊出来 我们被完全看扁了 现在必须打破这种思维定势 果然形势由此开始转变 博美这次上阵 对方开始喊出了怀疑走私一亿 他的箱子里却空空如也 火之国开始人人自危 黄牙叔更是因为惧怕负债 而提前逃跑 横谷坐不住了 决定亲自出马 而此次检察官是学生哥 他见到横谷后有点出头 过了很久他喊出pass 结果判断失误 横谷成功走私一亿日元 此时服勇提议改变策略 每人走私的钱 大家商量决定 风险供单 并让女主走私五千零一万 因为一般情况下 检察官喊出的只有三种形式 怀疑一 怀疑五千万或是pass 走私五千零一万时 若检察官喊一 钱会被拿走 喊五千万时走私成功 喊pass时理所当然也成功 这样就有三分之二的几率走私成功 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可女主刚进检察室 横谷便开始嘲笑她的 不互相欺骗 就没有伤害的天真理论 横谷说 激诈游戏 是以支配为基础的游戏 这世上只有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两种人 而且愚蠢的被支配者赋予了支配者榨取自己的权利 随后又大放厥词 告诉你个秘密 我有偷视眼的超能力 横谷竟然猜出了女主箱子中的准确数字 五千零一万 服勇不信邪 结果这次她装到五千零二万 也被横谷猜中 正当所有人都胆战心惊的疑惑 横谷是否真有超能力时 学生可主动请应 去当警察官 没想到成功拦截对方 一连两次都成功了 她得意忘形的站在凳子上大喊 打现在起 这个国家的支配者就是我了 莫非学生小哥也有同横谷一样的超能力吗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宇哥下回分解 最后别忘了在微信里思作的公众号 宇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 我会在这里的铁粉专区 提前更新八级视频 宇哥的公众号里有我做过的所有视频的目录 方便查找观看 过一求大家的关注 另外别忘了准发和推荐 谢谢大家